今天玩樂分子找來花藝師Friador 你好 你好 Tristan 母親節快到了 我今年想特別一點 想親手紮紮花給我家人 母親節 但我完全不懂 沒有這個天分 所以要找來花藝師幫幫忙 很有心思 是 我想問親手紮花的時候 母親節是否來來去 只有康乃興的花送給家人 當然不是 花材有上千萬種 但康乃興為何用呢 因為康乃興代表沒有我 所以非常適合 不要親自這個時間送給媽媽 今天我都看到有康乃興的質疑 不如介紹一下 我看到桌面上有很多不同的花 為何會有這麼多不同類型的花 介紹一下 我們先說一下有什麼花材 我們今天用了這個粉紅色的 藍美番的一個玫瑰 叫Planford 很漂亮 很大過頭的 有很淡的玫瑰香味 另一個就是荷蘭番的康乃興 顏色會比較粉嫩 我們會有鐵線連造這個配襯花 這個珍珠 叫珍珠因為它裏面有很多一點點的東西 好像珍珠 有點像太陽花 很細很細的白色 我們用了九尾草 做直線型的線條 這個很特別的 叫做明紫白盒 吊著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像魚哥一樣 吊著一些東西 這個很漂亮 還有配襯花還有這個脆菊 可以帶粉紅色的 醃材 大家最常用的油加利益 做底 做少許襯托 還有包著外面 讓花就沒那麼容易爛 今天我們教的 不是普通的插花 是手摘花束 手摘花束 手摘花束有什麼 和其他插花的花藝有什麼不同 手摘花束就是平時大家收到的花束 我們就放在手上 去摘一束花 英文叫做Hentai Bouquet 首先第一步要做什麼 第一步 我們會從一支比較粗的款式花 就是先拿一個主花 粗一點 因為容易固定 因為開頭不是很困難 如果拿鐵線線太軟身 有點難控制 教大家如何製花 我們是螺旋腳 螺旋腳就是一個方向 例如我手指弓這個位置 你拿著指示 手又如何壓 就這樣就可以了 OK 握拳頭 手指弓這邊怎樣放呢 你拉大手指弓 這支花就打斜放進來 這樣放進來 然後把它夾起來 OK 如果你在後面 就是後面三隻手指 放開三隻手指 OK 之後放進來 這樣就反過來 因為我們要同一個方向 夾起來三隻 然後食指摸起來 然後夾起來 OK 我現在是對嗎 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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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方向 我現在手指有點抽筋 開頭是這樣的 如果你一調轉 你的花腳就會斷了 因為你夾著它 它會夾爛它 OK 通常要夾次煮花 嗎 依照你的花束想記得 這個有沒有要選 這個都像煮花系列 我自己多數花束 我會有兩個煮花 層次感會豐富很多 其實這個是很依靠自己的想法 我發覺 因為現在還未有一個泡 要有一個方法 要怎樣跟 其實都看回那個花絲 他自己個人習慣 風格 他喜歡怎麼製作 其實這個是看你的創意天分 這個藥 是呀 這個 可以要要黏 是呀 外面 他們可能會用一些麻繩 哇 這個很大束 但我習慣用膠紙 可以的 我自己轉單子 最後就剪腳就完成了 大功告成 謝謝Felord 製作了一個很漂亮 手扎的花束 送給家人 嗯 真的很好 方便 而且看你真的不覺得難 是啊 但我發覺剛剛做了幾下 那個所謂螺旋式的一個 用手來 手扎的方式 手是有小抽筋的 但我也是送人生巧 我想花多少少時間 做多幾次 每一年的母親節都DIY 去做的話 母親節情人節 很多節日可以做的 是的 那你就有一棵漂亮的花 送給你的 心目中的朋友 又很情人 今天謝謝Felord 謝謝Tristan